两名男子坐在网卡中 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拿着狼头攻击 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手当其冲连挨两下 坐在一旁的国中生 企图阻挡也遭殃 男子抓着他的头 一连重击六下 直到被打倒在地 20秒的犯案过程 一群疑似同伙就在一旁看热闹 我们现在走在路上 都有心惊 就会啪啪的 男子被叫唆上门寻仇 一阵乱打后才发现认错人 国中生疑似遭情敌寻仇教训 被狼头打到重伤 那对方那个小朋友 会叫人家打我小孩 是因为他说他觉得我儿子骗他 骗他说没有再跟那个女孩子联络了 那我觉得说这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妈妈心疼儿子将这段监视器po上网 说男子的行为相当恶劣 但报案一个月了仍然抓不到人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男子下重手 起因竟然是针锋吃醋 才使得同侪教唆商人 因为毕竟是被铁锤撞 就是敲击了 所以伤口就是 也不是很完整 所以医生他逢的真数 他说不太能确定 事情过了将近一个多月 儿子后脑的伤疤仍然清晰可见 警方已经锁定拿狼头行凶的 陈姓男子有伤害前科 在网卡持狼头 一连朝着国中生连回六下 毫不留情 画面惊悚 但嫌犯仍然逍遥法外 这位龚玉德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